大家好,我是班达士,欢迎收看本大会关键版马哥的记录员啊 军工厂记录员,呦,这不是妙手空空老哥吗 怎么这把不打咒术师呢,你要是掏个咒术师这把要好打很多啊 油拆打记录员就一般般了啊 知道这种修得很快,然后能救人 囚徒这个点的话是这局的关键点 因为他给远程补电嘛 看啊,这边上来空空哥能溜多久了 这个,说实话呢,面对一个闪现的记录员呢 我觉得也就70秒到80秒 不会太久,不会太久 这边该封的窗给你封了,然后该破的板子给你破了 记录一下,差不多就是能起这一刀了 然后呢,闪现CD好了以后再起了 这边狗咬着的话倒是不错 这边队友,来帮帮下块板子 记录了一下拥兵,这波记录有点亏啊 板子破掉,这边有没有飞轮,变刀 队友,这边,哎,也不太好,来帮帮扛刀吧 说实话,这种你说傭兵过来帮帮扛一刀 效果它是很好,万一没扛到 这个东西,闪现一刀 哎,完了,出大事情,这波炸裂 这波炸裂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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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闪现我觉得马哥交的有点太随意了 这波被 但是这里纪录员抓到了邮差的一个小失误 邮差这边的话,他应该是想要用交互加速去拉一波距离 但其实没必要,我觉得人家闪现都没有了 就围着这个点绕,绕着绕半天 这边有三块板子 这波的话,空空哥给到了一手机会 但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击倒时间比我想象当中要久一点 所以我觉得球队还是有得打的 四轮开封战的话可能不太行 但三轮开封战我觉得勉强,能打出来 能打出来的话呢,因为纪录员一般都不带底牌的嘛 所以想要去完成一个多抓,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 看一下这边的机子 总量上来讲呢,现在已经是三台出头了 然后球图这边的话,密码机被记录 封球图的机子是最好的,封球图的机子是最好的 这样的话呢,还省得他远程补电什么的 这边杂技把游民状态补好,游民再来救一波 要不要去保这个游差嘛,人者见人,智者见智咯 我觉得这边,你说真要保,能保 因为球图这边相当于他能削掉两台机子 他能削掉两台,然后把遗产机补掉 所以说整个机子上面来看呢,不会差特别多 就现在砸技的,你说最后一台了 球图这台的话一定是能够把那台机子给补掉的 再连一手 两台机子连上,这边的话吃一刀救人,硬保 我反而觉得这边需要保,为什么需要保呢 你在保的时候给到记录员压力 记录员这边可能扣密码机就没有那么的顺利 如果说你这边保都不保,就给压力 好的,狗咬住 但这只狗的话,其实跟插刀有一定的重合 这边记录员开始扣密码机 杂技这边也来保,对对对,我觉得可以保 然后这边的话油拆拉走 这样的话呢,杂技待会儿游民交自己 杂技这边的话可以把游民摸起来 一颗球跳,追一刀杂技 在追到杂技的话,这油拆可就拉了十万八千里了 这是个双坛油拆 一个翻窗 拉一波 然后这里绕 呃,闪现好了 闪现好了,这边闪现好的话 得防这个闪现的一个身位 好了 傭兵的话这边 杂技的机子修不开 所以说选择去把傭兵先摸起来 保证这边傭兵不上挂 因为傭兵是不能上挂的 傭兵上挂的话这个局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因为挂上一个人,然后封住一台密码机 这个局是可能会直接被结束的 摸起来 摸起来 但是闪现交 他闪现交打到傭兵的话真蛮亏的 打到傭兵的话真蛮亏的 球徒这边的话再连线修密码机 记录再次给到这边的球徒 马哥这边的话思路也很正确啊 就盯着你这个球徒封 全程封你密码机 你是这个阵容的修机主力吗 我把你这密码机给封了 现在傭兵倒地抓球 抓杂技 抓到杂技去马马哥就赢了 一颗球踢啊 刚才这个闪现我觉得有点亏的 他其实不交闪现 两个人进这块板子 应该是有一个人能吃刀的 这样的话呢 如果再用闪现来击倒下一个人的话 应该就直接锁定胜利了 球徒这边的话他只能来救人啊 马哥这边挂傭兵 我觉得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因为傭兵就想他自贷薄命的 他可以拖你很久的一个时间的 这边球徒过来救一波人什么的 又是一个五连喷机 阿测这个 喷土鸭是真的喷得顺手啊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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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挂挂上 囚徒这边来 先把佣兵捞下来 然后佣兵这边的话 呃 或者说他这边选择放弃跳地窖也行 因为这个局呢 你想盘活好像难度有点高 或太有机会 应该是准备跳地窖了啊 那那也可以吧 确实你去救呢 我觉得没问题 救的话 救上这个佣兵 然后佣兵再来打嘛 再再再看看情况了 能不能遛的洞 遛的窜 遛起来了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 只是机会整体来讲是非常渺茫的 那六这边选择跳地窖 我觉得也可以啊 保一个地窖分 因为这个局就是对于记录员来讲呢 他封住一台机子 其实球场比较难翻的 或者说他只要封死了 压根不会翻 压根翻不了 除非这边马哥突然间上头了 对吧 那可能有一些些问题 手里还有个垫 应该还有个飞轮 这边的话没看到 马哥没看到 蹲的不错 还在蹲场 这总看到了吧 交个垫 对啊 飞轮 往前顶 好的 哎呦 又是一个六连喷 好的 也是感谢大家朋友们 下集里边